各位賓民們好 很開心之前去過觀塘的 Jet Soul Store 介紹 St Martin的手錶 他們應該是香港唯一代理 這個 St Martin 手錶的公司 雖然它看起來不像標行 但其實它是代理這個品牌的 今天又見到更多的 St Martin 手錶 它有些致敬的版本 但有些都挺原創的 逐個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款是 Pilot 款式 是清同學的 標徑 44mm 左右 其實看起來有點像 Zenith 的 Pilot 手錶 有點像這樣 這款是很有份量的 它是同學 還有它用 Epson YM 55A 的機芯 100米防水 如果大家想便宜地玩銅錶 這款其實都可以考慮一下 當然說得 Pilot 手錶 夜光一定有 但我七吋的手錶 真的非常有份量 畢竟是 44mm 錶徑 而且它的口度有差不多 看完這款類似 Zenith 版本的飛行魚手錶後 我第一時間又看見這款 我第一時間又想想 這款這麼像 Longines 手錶 即是錶面 它有些粒粒粒粒的 即是復刻回到 當年的已經養化 舊化了、舊化了的錶面 這款也有類似的效果 你看到它的錶面 也有一點點不規則的 舊化了的形態 這款錶的藍針 真的是燒藍針來的 不是幼的藍針 所以也很有特色 第三款是這款 GMT 手錶 跟上次介紹的 很像 Rolex 的 GMT 手錶 就不同 這款的鶴形和設計 真的頗有原創特色 我也想不到另一款錶 是這樣的設計 你看到它有三針 再加上一支細支的 GMT 針 移動兩格就可以調校到時間 至於移動一格 就可以獨立調校 GMT 針 這款當然不會是 True GMT 它用的機針是杭州的 6460 還有100 米的防水性能 退出一格 就可以獨立調校到 GMT 針 很短短的針 挺有趣的 所以你就看了兩地時間 這款錶的錶殼設計 看到 Bezel 有四顆螺絲 它又不像 Bell & Roth 一樣四四方方 它又有枕型的設計 所以這款錶我覺得 也有些原創性 不是完全令你想起某一款牌子 它有蝴蝶扣 Double pushes 也有夜光 你看到 GMT 針也有夜光 小時刻度 369 針也有夜光 戴上我七吋的手腕 這款錶我量度到 標徑是40mm 但因為它是枕型的設計 即是方方的 所以戴上手的感覺 是大於40mm 一款圓形手錶 這款我便覺得 它有少許原創性 我都頗喜歡 看完這款之後 還有另外兩款 這兩款一看便有點像 Tudor Black Bay Chronograph 其實它這條線 也叫做 Panda BB 我不知道 BB 代表是 BB 還是 Black Bay 但 Panda BB 總之叫 Panda BB 很容易記 一隻白面 一隻黑面 其實看清楚 其實黑白的兩款 設計都有不同的 譬如說白面這款是 Broad Arrow的時針 而黑面是斧頭針 而且白面的錶圈是不鏽鋼 而黑面的就是肚子 即是有點不同 看看大家喜歡哪一款 當然最正宗的熊貓 當然是白面 和兩個Style是黑色的 這個應該是最正宗的熊貓 另一個就是 Reverse Panda 亦都有夜光給大家看到 亦都有夜光 它現在九時位置就是小秒針盤 而三時位置就是分鐘雷計盤 我現在已經啟動了這個計時功能 一會兒再看一看 看一看扣 有Pushes 有Fold Over Claps 還有扣子有一個很漂亮的 Smartin Logo 在扣子 我覺得也很漂亮 我看到這麼多錶 其實底部也沒有特別設計 所以也不需要怎樣著墨 還是先看看錶面 現在看到中至計時的秒針正在動 一過十二便應該會啟動一下 沒錯 三時位置的累計分鐘便會走一格 又看看黑面 剛才不是說 一個是Ball Arrow的指針 一個是斧頭針 對於Ball Arrow的錶圈 而錶圈也有不同 其實我覺得兩隻都很漂亮 就不知道大家喜歡哪隻 而且它的Pushes 原來也不同 剛才白色的是長方形 而這黑色的Pushes 原來是可以上鎖的,白色是沒有的 原來有這麼多東西不同,我看清楚 這樣就更加難選擇了 當然這兩隻錶都有點致敬 Tudor 所以它也叫 BB 了 令大家都聯想起那隻手錶 這個 BB 的 Chronograph 好,我想差不多可以停一停計時 現在又多走一分鐘,雷的指針又多動一格 可以停一停,沒錯,停了二時位置 歸零四時位置,看到三時的雷的指針也歸零 戴上我七吋的手錶,這隻錶因為39mm 錶徑也不是太大 也很有Vintage 的味道 這樣就很快,看完這五隻手錶 真是甚麼錶都有 最左邊那一隻Pilot 手錶 然後那一隻Field Watch 軍事用的手錶 然後中間 GMT 右邊那兩隻計時手錶 真是甚麼款都有 剛才沒有特別說 其實除了左邊第二隻Field Watch 之外 其他那些全部都是用藍寶石水底錶鏡 都有100米防水 我真的覺得這 Martin 的手錶 設計當然見仁見智 中間那隻其實都挺有原創性的 而且最特別的就是價錢 本來我也想逐隻說 但也不需要 因為其實它全部的價錢 優惠價都是千多兩千元 所以我覺得大家最好 如果有時間就可以去觀塘的Jazzle Store 你只上去慢慢看看 因為我上次也介紹了幾款 今次又有多幾款 大家可以慢慢試一下 你就知道原來它千多兩千元 Micro Brands 已經可以做到非常之好 有藍寶石水錶鏡 又有100米防水 還有不同的Complications 所以有時我看見其他手錶 幾千元都沒有快藍寶石水錶鏡 真的好像差點東西 好 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不同的品牌 支持地區小店和我拍片 還未訂閱 麻煩大家訂閱、Like和留言 對我來說也有很大的推動力 我會再出去找多些優惠好處的手錶 和隱世的錶行和大家聊天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